華盛頓就不用講了 這美國的首都 去那裡say一下hello 訪美型的四個城市主要大概都會做一些什麼事情 亞特蘭大市剛好今年跟台北40週年姊妹市 所以這個變成城市外交 變成需要去處理 波士頓其實波士頓跟矽谷一樣 它是美國東岸的科技重鎮 有MIT有哈佬大學 所以我們最近台北市在發展BioNTech ICT是台灣最發展最成功的產業 可是有一個我一直覺得奇怪 怎麼沒有做起來就是BioNTech生技 那其實除了矽谷San Diego以外 其實美國第三個就是說 在生技產業最發達的地方就是波士頓 所以那個地方我們也在安排說 生技產業新來這邊看有沒有什麼合作機會 紐約這是世界最多元的城市 其實如果我們把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當作我們的一個強項 其實在世界上最值得我們去看看的就是紐約 那華盛頓就不用講啦 這個美國的首都本來就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參眾兩院都在那裡 去那裡say一下hello 很多參眾議員或是那裡 很多那個不管智庫啦政治團體那裡都很多 去看看也好 之前一些美中台的一些言論 會不會影響你這一次的防媒呢 美國是世界大國 其實它不會care這種東西 其實我發現這種超級大國 他們看中的是勸的趨勢 這種單一事件它根本就不太在意 這一次渡場也在做一步 那單一事件它在這個中間 都不太在意 看不太在意 但是有很多天才成功 看不太在意 中間在來 兩組人手